欢迎来到Phonic Phonics指南音标 Phonic Phonics指南音标的课程 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 本日一字vocabulary of the day 每日一字vocabulary of the day 好,我们今天一样 找到我们的wikipedia.org wikipedia.org 来找我们 from today's feature article from today's feature article Gustav Holst 1874-1934 was an English composer arranger and a teacher best known for his orchestra through the planet he had originally hoped to become a pianolist but was prevented by neurites in his right arm unable to support him as a composer he played the trombone professionally and later became a teacher 好,那么今天当然是想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英文的这个会写诗写作词的一个人 当然他本来也是想当一个钢琴弹钢琴的演奏家 不过最后他还是变成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当然对这篇文章 如果你对这个article这个文章非常有兴趣的话 请你打这个人名 Gustav Holst Gustav Holst 这个人名就可以在Wikipedia找到他的文章 然后他可以做一些进阶的阅读 好的 像往常一样 老师今天帮你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 第一个是Gustav 第二个是Host 然后我们有The Planets 还有Nuratus 还有Trumbo Trumbo 好,也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单字 好,首先当然第一个人名 第一个人名当然是非常困难 老师找了蛮多个网站 以及一些书都不太能找到这个发音的方式 所以今天老师在 inoglu inoglu inoglu.com 这个网站 找到他这个发音 Gus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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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当然这应该是一个外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G-U-S-T-A-V 我们的 我们老师替你写上 我们的 interpunk 今天的interpunk 我们的分音符号 在这个G-U-U-S-T-A-V 这边有个interpunk 我们的分音符号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念Gustav Gustav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在interpunk前 好,重音在第一音节 重音在第一音节 所以当你在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个地方的时候 而U 它的后面 follow 好,跟随着一个interpunk interpunk前 的这个U 会因为是在interpunk前 而且又是唯一的母音 所以U就会生母音成 long vowels 生为长母音 生为长母音 那U的长母音有两种 通常我们可以念成 Yu 或者我们也可以念U 如果念成长母音 Yu 或者我们念成U 而刚好这个字 外文过来的 所以Gustav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它有个好玩地方 就是这个A 后面的这个A 我们写一个次重音 它形成一个V加C的组合 也就是母子音 且母音 且母音 我们所以这边有个下降的母音符号 这边有个母子音 我们做一个母子音 V加C Val and Consonant 所以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短母音的 修Val的这个动作 修Val的这个动作 母子音修Val 那当然回到一个点了 A的短母音通常修Val是念A 但是当然这个不是英文原形字 所以我们念在A Gustav 有没有看 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它的V还念成F 还念成F 无声子音 所以它是Gustav Gustav 那当然第二个字 host host 请记得当你如果是Old 你会念Old 那Old 当你通常Old加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比如在我们讲的Holst的时候 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会特殊发音 也就是O自己生母音在这个位置 O念成双元音 O LST O L D 我们都可以念成Ost 或者Old Ost 或者Old 这是美国常常我们会有 有人说 老师明明我就看到O L S 是Old明明是V加C加C啊 为什么不念短母音 同样的O L S T 我明明是V加C加C 为什么也不念短母音而念长母音 请记得 当你遇到O L S T或O L D的时候 它都会生母音 O念O 这种特殊规则 我们就打个型号 host Gusta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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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个单字更好玩 常见的冠词 the 有时候我们会念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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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有时候我们念重一点的时候 像这个D 的时候 D 意思就是 TH 然后当一是唯一的母音 一又是字的最后一个字 那我们就要想象 单字中 如果有一 一又是唯一的母音 举例来说 he she he she e都是唯一的母音 那就像the the e是唯一的母音 又是在单音节 我们要想象它的后面有个interpunk 它的后方有个interpunk 并且这个interpunk会把e 声音拉成长母音 long vowels 请记得一件事情 e的长母音就是e 所以你可以念D D D 当你用快速的念 把它当贯词 快速 the book the什么东西 the 加个名词时 快速的念时 你就念轻母音 你就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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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念过去 好 下个是planet planet planet P-L A-N E-T Planet 这时候这个字就好玩了 首先我们看它的interpunk在什么位置 它的interpunk在这个位置 在A-N 跟E 这个地方产生了interpunk 所以请记得这个字哦 它可不是V加C再加E哦 如果V加C加E的话 它会念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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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是念planet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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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是念A 我们是念at plan 我们是念planet plan 所以它是V加C V加C 所以A-N-N 用短母音 用show vowels 用短母音在这个位置 V加C 然后这个地方 当然是轻母音的 weak vowels 记得老师讲过 当你是双音节的字 请记得我们讲的full vowels 我们讲的全母音 完整的母音 短母音中 就是A-A-E-A-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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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母音A E I O U 以及 U 所以这有没有看到上面六个加上面六个加下面六个总共有十二个food vowels 全母音那当然 planet你看他拿掉了一个母子音拿掉了一个food vowels 那剩下一个就一定是week vowels 所以记得当你有两个syllable 两个syllable 这两个音节才会有一个stress 通常的规则是两个音节你会有一个重音 四个音节你才会有两个stress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两个音节一个重音V加C另外一个七母音 所以所以V加C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V加C所以七母音所以A的短母音就at plan plan 那e再一个七母音at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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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planet那当然有的人喜欢念 planet planet也有人会这样的planet 那么偏向e好有的人喜欢偏向at 有的人喜欢偏向念e各有各的爱好者没有一定对会错 下一个单字就好玩了 neuritis neuri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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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比较特别他有两个interpoint 一个在u跟r中间一个在i跟t中间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音节 首先先看三个音节 第一个请记得 大部分的单字只要是new或neu 他都会念neur newneu都会念neur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interpoint 把u拉成生母音 u就念u 所以e是没有发音的哦 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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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有双重音 这是次重音 所以次重音我们把u拉成生母音之后 请你看第二个音节中 他是i的后方有个interpoint 所以i又被拉成生母音 所以i就念i 所以neuride 那t变成有生子音变成the 然后当然在第二音节这个地方 一个是全母音 另外一个轻母音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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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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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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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起来比较难念一点 neu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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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然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单字 同样一样 它是两个音节分开来 trombone 当然interpoint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bon是个名词 bon是个名词 所以我们先看重音在名词后方这个名词 所以它形成一个v加c加1 母子1 所以母子1被拉成生母音且1不发音 o念成生母音且1不发音 所以bon1 我们再看一遍 v加c加1 1不发声且跳过一个子音 跳过一个辅音 让o声音生成生母音 所以我们看 它套用的是母子1 所以bon v加c加1 那这前面这个次重音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v加c 所以这是双重音 双重音 两个音节且有双重音 所以是个特殊的 特殊发音的名词 所以v加c v加c 它发出一个 on o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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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个变语音 后来我们有点有点有点念chang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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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母子1 am chang ah chang chang bom chang bom 好 所以是我们今天教的最后一个单字 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 好 我们再来都带过最后一次练习 Gustaf Oz 1874 to 1934 was an English composer arranger and teacher best known for his orchestral orchestral suit the planets orchestral suit the planets he had originally helped to become a pianonist but was prevented by neurathus in his right arm unable to support himself as a composer he played the trombone professionally and later became a teacher 那当然我们还有最后念一次 Gus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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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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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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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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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ura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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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m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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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一次 vocabulary of the day 啊 当然 想要对老师 啊 教学上有任何 啊 想要问一些题目的 可以 啊 或者想要帮助老师的 可以Gplus 啊 或者写email给老师 davidttingada at gmail啊 at gmail.com 或者我们Gplus 直接教老师啊 davidtting88 啊 来跟老师做个线上的朋友 谢谢观赏